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功名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是麦小田 穿山甲鳞片的药效有多神奇 山甲通鱼汤当中所用到的材料 其实是穿山甲表面的那层鱗片 这一支宣传片夸说可以活血通乳 今年6月 穿山甲从中国药点的原材料中删除 不过英国环境调查署发现 穿山甲入药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根治 最近中国公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 也允许野生动物用于药品 我们知道穿山甲是挖洞的高手 看起来却比不上中国为穿山甲挖坑灭门的速度 这坑一挖又怎么扩大了大流行币的缺口呢 今天我们邀请英国和台湾两地专家来谈谈 第一位是行动亚洲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英国伦敦大学的讲座课程专家苏佩芬 佩芬您好 您好 第二位是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的 裴家琪教授 裴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屏东大家好 裴教授英国环境调查署10月发表了一份 故弄玄虚的报告 这份报告就指出呢 中国至少有221家制药企业 还有700亿至3所的医院 还是可以生产或销售含有穿山甲片的中成药 您怎么样看待这一场故弄玄虚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所谓的策略性的做法 因为中国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他必须得对穿山甲非法贸易的议题有所作为 那因为大家都指责他用药 他就从入药这个角度切入 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对于穿山甲保育工作有所贡献 但是很明显的看起来他在这个用字浅词上很有技巧的 也就是说他之前的所谓的从药点上除名的这个说法 其实一并不精准 二穿山甲的灵品持续能够入药 我觉得这就是不弄大家 我相信以他的这么大的中药材市场来讲 他本来就很难去斩断 那这个可能也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虚荒一遭的做法 配分在新版的药点里还是有八种的专利药物可以使用穿山甲片 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穿山甲入药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被根治呢 对的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很多节省动保护的专家 还有公共卫生专家 他们一直在担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中国某一些政府单位是非常有保护穿山甲的意愿 甚至就民众他们也愿意去支持 但是毕竟政府单位各司其能的这种制度之下 整个部门之间的串联 或者整个的这种协调的不当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的问题是没有根治的 雷声大雨点小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值得去注意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英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里面 他同时指出2019年中国国家医疗保险停止给付了穿山甲影片 可是目前还是有五种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品 是被纳入国家保险的给付范围 国家机器扮演了某种程度的共犯结构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在英文叫inconsistent 就是说他整个是没有去协调从源头到各单位执行的部分的时候 他能够彻底的去把法令相关的政策 去做一个协调整合的工作 从你看要点这个部分有这样的决定 但是到了有关于中药的使用单位的时候 他这个部分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 裴教授很多国际保育团体就质疑说 中国对于穿山甲鳞片的库存的数字是不透明的 而且极有可能混入非法的穿山甲鳞片 对 中国它应该要对于它的库存量对大家有一个交代 现况就是八种穿山甲在华盛顿公约里面 都是附入一的物种 都是禁止任何商业性的贸易活动 可是中国现在它讲的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库存的 对于这种库存量的使用 在国际上有非常多的案例 我们台湾过去新牛角的使用就曾经被要求要做库存管理 你要能够做标示 你能够确保库存量不是后来增加的量 然后你的库存量理论上要越来越少才对 确保你的库存不会变成合法掩护非法的一个管道 因为看起来它的消费量跟使用量 并没有因为那个要点的移除而有所收敛 而且持续的造成其他国家穿山甲的障害 最近这几年的非洲的穿山甲的鳞片 或者个体大量的进入中国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做出更负责任的做法 最近英国建桥大学的博士生王毅福 他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中医药产业和穿山甲的研究 我们来听听他在中国的调查发现 我当时在国内的话选择这个研究地点 是在河南和海南两省 主要是采访医院药店还有批发市场 从药容价值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采访的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药容价值 是肯定的态度 有需要的话他们也会用 然后对穿山甲的这个动物 或者说是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 认知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很多 特别是法律法规 这个基本上我采访的没有任何一位医生 或者说是药店的人 会告诉具体的他的真正的规定是什么 这表示他们不但对法规陌生 而且存在着违法用药的情形是吗 对对对 而且就是也反映出来的执法上的一个薄弱吧 因为这个库存供给的市场 允许的这个711家医院里面去销售 很多的医院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销售机制的 但是他们还是会卖这个钾片 而且是非常的公开的在销售 而且呢我在问到销量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这种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敏感的问题吧 如果因为他们是毕竟是非法销售 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的顾虑 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行为是非法 那么衣服再合法的销售通路 是不是也混入了非法的穿山甲制品呢 这个非法的制品的话呢 进入到这个合法的这个销售商中 也有其他的证据 因为我在采访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能不能看一下 你们的这个钾片 然后有一些医院 有一些药店他们就会给我看 因为从这个法律法规的上面来说的话 所有的合法的商品 它都要加盖一个野生动物贸易许可证 这个证的话呢 是要加载在最小的销售包装上的 也就是说市面上或者说这710家医院里面 不应该存在散售的假片 因为它不是最小包装 但是我在很多的医院里面 就会看到一个是散售的制品 另外一个就是制品的最小包装上 并没有加盖这个销售性过重 所以那么很显然 肯定是有非法的 培文 中国最近公布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 穿山甲已经摆脱了食用 还有药用的命运吗 其实这个是非常令人觉得有点恶腕 草案里面最让人担忧的是 26条 29条 30条 31条 首先26条选取野生动物盘植 29条是说在经过繁殖之后 如果它的技术成熟之后 可以被标识出售利用 类似穿山甲 虎虎 豹虎 这些所谓的重点保护的物种 都没有办法去根据它 能够摆脱药用的这个秘密 在终止大流行病 甚至就是说在保护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最近终止大流行病联盟 就展开了全球联署行动 我们行动亚洲也是成员之一 您可不可以谈谈 针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 这一部分的建议呢 对 终止大流行病联盟呢 是因为今年的新冠大的疫情 促成了这个大联盟 一个多元跨界共同的合作 各界专家提出了一个 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的建议书 希望能够以预防措施 而不是一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内容 而是说依据一个所谓的统一健康 就是one health一个原则 人的健康 动物的健康跟环境的健康 它是一个one health 你要能够有远见 能够在修法上怎么样去避免疫情再度发生 就是希望能够针对商业性的 野生动物的交易跟利用是能够停止 真的很遗憾 我们还是看到源源不绝的走私案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下 全球还是查期到87起的穿山甲 非法贸易交易形态甚至出现了变化 贩售者他们改采线上平台来销售 这样子是不是可能进一步扩大 非法市场的机制呢 比较说您怎么看 对 这个交易形态 从实质的所谓的店面 或者是这个邮寄啊等等的 到现在的这个网络买卖 已经影响了非常多的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了 那这种非实质店面的商业行为 确实增加了非常多的取缔上的困难性 那但是各国都在想办法 如果穿山甲的非法贸易 又从传统的贸易行为 增加了这种网络贸易的话 那它的管理当然就会更困难了 但是以中国来讲 中国对很多事情的掌握度 都相对的比较高嘛 那所以我是觉得 它如果要做的话 要去处理网络贩卖的行为 或者是非法行为 理论上应该比很多的民主国家 要有办法了 这个对它来讲 也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只要有决心 其实相信他们是办得到的 对 佩芬 今年9月 香港海关查获了一顿的 穿山甲鳞片走私案 最近香港大学也发表了 一个研究报告指出 香港作为跨国野生动物走私中心 正在蓬勃发展 那么过去7年来 香港海关总共减获了70顿的穿山甲 不过却从来没有走私集团 因为穿山甲而被起诉 您看到什么问题 香港是野生动物交易的一个中心 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只是很悲哀的就是说 在新冠之下 它并没有更弱势 其实有时候不是没有法令 有没有去彻底去执法 有没有执法能力的问题 最近很多的国际的组织专家 都不断在呼吁说 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 应该跟毒品 跟所有的刑法犯罪上的 这个重视是要一样的 没有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它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裴教授您刚刚提到 非洲穿山甲 目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那根据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估计呢 每年大概有270万穿山甲 从非洲雨林中被走私出来 今年就有科学家 首次从非洲穿山甲的活体 提取了同位素质 这种技术是不是将有助于打击走私呢 对这个数量真的是很吓人 我自己也觉得 非洲穿山甲受到的伤害会来得更快 而且可能会伤得更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胎子大量的减少的时间会更短 然后呢 它未来族群恢复的能力会更困难 甚至会丧失未来富裕的可能性 主要的就是因为 在非洲的资讯相对来讲 是比较慢的 然后比较不普及的 那从穿山甲活体提取 所谓的同位素质 我想他们主要的是 想要做鳞片或者是肉品的来源鉴定 以现在的亚洲穿山甲的状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 因为量都太少了 我觉得绝大多数被发现的走私货品 应该来自于非洲的几率 远远远远高于来自于亚洲了 最近美国国务院在涉嫌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国家分析中呢 就把尼日利亚提升为受到关注的国家 透过国际一起联手施压 也是挽救穿山甲命运的一个迫切的工作呢 对 其实全世界各国只要面临到 濒临血种动物 尤其是传统消费国 几乎都必须得做出传统文化上的调整 但是我觉得如果华盛顿公约 联合国的所谓的公约组织 都没有办法无法处理或管理 甚至责成中国政府 对于这个穿山甲使用有所约制的话 那可能就要靠其他的政治力量 佩芬 那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它最重要还是要重新 诺亚就一直在呼吁 从教育的方面要去认知 真的不要再用穿山甲 要认知到法令能够去恶毒 而不再去能够让他们能够洗白 不让他们能够再去交易 到怎么样去查 其实这个是一个整个一条边的工作 那穿山甲只是一个人类对野生动物 这种过度的利用跟剥削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缩影 最近呢国际野生动物交易的 一个前秘书长呢 他讲了每五个脊椎动物 其中有一个物种呢 已经是被消灭灭绝 这样子的一比五的这个比例 已经造成了全世界将有九千个物种呢 将会灭绝 穿山甲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 我们对野生动物的使用跟剥削 一定要尽快地停止的 准备再不停止给野生动物挖坑 接下来可能就是自掘坟墓了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回家 这些事情